連接粉嶺公路和興建緊的 香園維邊境管制站的香園維公路 將會在5月26日 即下個星期日上午8點通車 屆時車輛可以經由粉嶺公路交匯署 進入香園維公路 運輸署說公路有助舒緩不拘的交通 香園維公路是連接到沙頭角公路 平洋地區道路和連馬坑路 在這些地區的駕駛人士 其實它可以利用香園維公路 直接往返粉嶺公路 是不需要再去洗經粉嶺市中心 是可以幫助舒緩不拘粉嶺市中心 一帶的交通情況 配合通車 專線小巴55K 將會在星期一至五 開辦上午繁忙時段特別服務 由沙頭角總站開出 經龍山隧道和粉嶺公路往上水的乘客 可以節省約五到十分鐘的車程 警方建議駕駛人士 盡早計劃行車路線 和注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整條香園維公路的行車時速限制 是每小時80公里 而連接的支路就是每小時50公里 駕駛人士是沒有必要遵從有關的速度限制 而香園維公路包括了兩條隧道的範圍裡面 已經設置了多部的數碼徵速相機 用來監測超速的車輛 從而去檢控那些違例的駕駛者 在通車頭一個星期 警方會聯同運輸署和相關部門 24小時監察交通情況 必要的時候會調派人手指揮交通 確保道路暢通